接著你就也能有一段真正的友誼囉 我是六指淵 相信很多人都因為教不到朋友而煩惱 沒關係 有我在 讓我教你如何自己製作出一個朋友來 好 那首先我們需要事先準備的材料有 鏡子 白板筆 水 我們運用的是白板筆與水 接觸後產生的漂浮效果 蛤 你問我什麼原理 就是魔法啊 一般人一看到筆跡能夠被水沖走 可能只會聯想到白板筆的成分 內含一發揮乙醇的脫膜劑 具以吸醇搓淨泉的沉膜素質成分 讓筆跡完整不會被水溶解之類的 唉 小孩子才會有這種天馬行空的想法 好 那首先我們在鏡子上面畫上 我們理想中朋友的樣子 頭 身體 手 好 那接著我們就拿我們的水 在旁邊這樣子淋過去 可以看到筆跡碰到水 會自己翹起來不在水面上 好 那現在我們朋友身體已經創造出來了 但現在要賦予他生命 所以我們要唸一段咒語 六六六六六 哇 應該成功了 那接著我們要幫他取一個名字 我決定叫你 小黑 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接著你就也能有一段真正的友誼漏 小黑 小黑死了 怎麼辦 小黑 嗨 我是六指淵 相信很多人都因為教不到朋友的煩惱 沒關係 有我在 讓我教你們 和自己製作出一個朋友來 小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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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黑